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 若θ大于π小于2分3π 且cosθ等于负的5分3 求sin2θ和tg2θ之值 那么首先θ是大于π小于2分3π 所以θ是第三向线的角度 那cosθ 这是等于r分之x 所以这是等于负的5分3 我们可以写成是5分之-3 这时候我们取r是5 x坐标呢是-3 那我们标示一下这r是5 那θ中边上的这个点 这时候x坐标是-3 那么y平方 这是等于 这是r平方-x平方 所以呢是5的平方25 减掉-3取平方 这是9 所以我们算出y平方是等于16 但这时候这个点是落在第三向线 y坐标是负的 因此y平方等于16 那么我们知道 这y是等于-4 所以呢我们直接把它标示在这里 那么这时候 sinθ 这是等于r分之y 所以呢这会是5分之-4 也就是负的5分之4 那么我们先求sin2θ之值 在这里我们使用sin的二倍角公式 sin2θ 这是等于2乘以sinθ 乘以cosθ 那么带进来 这是2去乘以sinθ 这是负的5分之4 那么乘以cosθ 这是负的5分之3 所以呢这负负得正 那么乘起来 这是等于25分之24 这个答案 接着我们要求tan2θ之值 那我们准备利用商术关系 所以呢我们先求cos2θ 那么利用cos的二倍角公式 这是等于cosθ的平方 减掉sinθ的平方 所以呢这是等于负的5分之3取平方 这是25分之9 然后减掉 这是负的5分之4取平方 这是25分之16 所以呢这相减 这是等于负的25分之7 好 这时候我们利用商术关系 tangent2θ 这是等于sin2θ 去除以cos2θ 好 所以呢这是这两个相除 那相除的时候 两个分母25呢 我们把它约掉 所以呢这相除 正除以负 这是负的 然后呢是24去除以7 也就是7分之24 因此tangent2θ 是等于负的7分之24 这个答案 就算是3分之4的3分之4 就算是3分之4的1 就算是4分之4的3分之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